家里的百合花,花拜以后需要怎样处理来年才能开更多的花呢? 今天教大家最简单的方法 大家好,我是佛山二花匠 广东人对香水百合的忠爱可以说是已经去了疯癫的时候 每家每库过年之前都会往家里搬一到两盆的香水百合 但是这个香水百合买的时候很贵 等它花拜以后就一点都不值钱 很多朋友就会把它丢掉 事实上太浪费了 因为香水百合只要处理的好 来年我们就有不断的香水百合花 因为这个家伙只要埋在花盆里面 它就可以不断的繁殖 当然香水百合有两种的繁殖方式 如果您不懂,那么赶紧看完 来,第一种繁殖方式其实很简单 其实如果我们家里的百合花在开放的时候有经过授粉 人工授粉也好,昆虫授粉也好 它就会结出这样的一个花球 这是种球 然后这个你打开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是很多很多的花种子 这个东西也可以直接埋在花盆里面作为一个种子 然后来年让它开花 你看,这个就是它的种球 把它掰开之后,掰下来 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些扁扁的种球传播在这里面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它的种球了 这种繁殖方式比较少见 但是也可以进行繁殖 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不用这种方法好 百合花的第二种繁殖方式就是它的种球 也就是根球 在百合花的土壤底下 在每年的三至四月份 它就会结出很多很多的种球 而这些种球如果我们处理好 那么您家的百合花就以后不用再买了 因为花盆里面每年都会开出好多好多的香水百合 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其实我们只需要拿刀子剪一刀 在拍这个视频之前 我特意去网上看了一下别的专业人士他们是怎么剪的 我居然看到有些人介绍说 让大家去拿个剪刀 从土壤上面去直接剪 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百合花这个时候 其实种球还没长好 还没长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直接在下面直接剪断 那么就会断送了整个的光合作用 没有充足的光合作用 那个种球是结不了的 所以最佳的修剪位置应该是在花 我们的花间以下 大概三到五厘米 留下起码十片的叶子 这样子才是正确的方法 比如这里 这里有一二三四四朵花 所以我们再可以留下 把这个剪掉 然后这里留下充足的叶子 让它光合作用 其他的同样如此 修剪完之后呢 这里有个挤压性的伤口 如果条件允许 大家可以涂点那个伤口的愈合剂 这样子呢 可以防止这里可以腐烂 当然呢 如果你那里温度比较高 有二十来度呢 那也问题不大 不处理也行 修剪过后的百合花呢 由于它的光照比较足 这个时候太阳比较猛 所以呢 它会有非常充足的光合作用 而充足的光合作用呢 会让底下的那个小根球呢 迅速的结出来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百合花 这是一种呢 非常耐寒的植物 但是它不耐高温 为什么我们平时买百合花 都是在冬天买 原因很简单 这个加果呢 零下十度都可以生长 但是呢 三十度以上呢 就会枯萎 所以呢 我们在修剪完之后 百合花 一定要根据温度不同 而给它调整生活 比如 我们现在佛山这段 这段时间的温度 在二十来度 那么 我们就可以给它吃点肥 吃什么肥好呢 我一般情况 都是去一份 这个时候给去 那个百合花使用的肥料 大家尽量就选择有机肥 复合肥呢 也可以 但是呢 效果可能没有那个有机肥那么好 而蚯蚓分呢 跟羊分呢 都是我选择比较多的 我南方比较多的是蚯蚓分 您看我这个蚯蚓分 虽然下了那个一段时间的雨 但是这个蚯蚓分呢 还是非常的干爽透气的 直接撒在那个盆土表面就可以了 撒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给它浇水 而浇水的过程中呢 会把这个蚯蚓分的营养呢 会带到这个土壤里面 带到植物的根系 植物呢 也能很简单的吸收到这里面的营养 蚯蚓分里面呢 除了营养之外 还有很好的那个激素 拿蚯蚓分养花 你会发现呢 它的根系会长得特别的好 我们盆栽种植百合花呢 可以说是 只要种上一个种球 那么您来年呢 或者以后的很多年呢 都不需要买百合花了 但是呢 大家记住 百合花呢 虽然它很好养 但是呢 它就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 就是害怕高温 如果您家楼顶呢 如果比如夏天 有30多度 甚至40度 像我这里最高温 去到40度 你记得把它搬离这个高温的位置 因为呢 30度以上的百合花是会枯萎的 这个家伙 耐寒不耐热 只要记住这一点 您家的百合花 可以说是连年都能开花 明年开始呢 您家的百合花 就不需要再去买了 当然这个时候 有朋友还会 可能会有一点问题 就是 我要不要把那个百合花的种球给挖出来 如果您家的百合花呢 只是已经在花盆里面 像我这样盆栽的话 我是不建议大家把这个种球挖出来 当然如果您觉得 我想给它分株的话 那么您可以选择在温度比较高 六七月份的时候 五六月份的时候 把这个种球挖出来 挖出来的种球呢 记得放到冰箱里面 然后呢 放上一段时间 等到九月十月 秋天来临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种球放在花分里面 您会发现呢 从此以后真的 百合花不用买了 好了 今天啰嗦到这里 我是佛山二花将 感谢大家 拜拜